虽然目前秀林鄉的疫情有慢慢降溫的情形 不過鄉長王玫瑰還是不敢掉以輕心 從5月份開始就結合了店家、小吃店、檳榔攤、教會還有文件站 共同在部落宣導戴口罩、勤洗手、不要群聚等防疫措施 從點線面共同來做好防疫工作要度過這一次疫情難關 秀林鄉雖然在4月份到6月中疫情相當的嚴重 秀林鄉長文貴除了每天都在鄉內進行宣導之外 從5月份開始結合了店家、小吃店、檳榔攤、教會和文件站 共同在部落宣導戴口罩、勤洗手、不要群聚等防疫措施 在秀林村長周賢德、村幹市、仿飾院和圖書館館長 陪董、秀林鄉的王玫瑰前往店家一一發放防疫物資 來感謝他們的支持以及配合 我們從上個月我們就開始配合我們秀林鄉 鄉內所有的小商店、小吃店、檳榔攤 還有民宿、還有公寓坊、教會、文件站等等 一起配合疫情的宣傳 看似現在疫情很像慢慢降溫 我們很擔心 這只不過是短暫 所以我們還是持續再加強部落的宣傳 我們不希望再有更多的鄉親 受到疫情的感染 所以 今天特別 來謝謝我們的商家 各個店家 謝謝他們之外 我們也 送了我們的防疫物資 跟一些生活物資給他們 畢竟 他們這幾個月的生意 是實在是跌落谷底 所以我們在這裡就是 恳切的希望所有的鄉親 能夠配合 只要鄉親 看到 在電視機看到鄉長 在這裡 這麼賣力 跟村長 還有我們所有的工作團隊 這麼賣力一直在宣傳 不斷宣傳 疫情的 目前的狀況 你還有我們疫情要怎麼去 防疫 的做法 希望鄉親 我們大家一定要一起合作 我們大概 宣傳的 就是只有四項 第一個 口罩一定還是要戴著 只要一出門 一定要戴口罩 第二個 一定要勤洗手 不管在什麼環境 之下 在哪一個地方 就一定要勤洗手 第三個 我們因為 各個辦公處跟部落 都有提供 雅尼所提供的 刺利山蠟水 我希望就是 七天 至少要有 兩天或三天 可以清消毒 自己的居家環境 把我們今天所的 執行的工作 動作 愛家 愛護的 再來掀導 能夠 把這個掀導的動作 不會把 每個人的心理上 疏忽了 我們再繼續的努力 讓他們能夠 防疫的工作 還仔細的 延長 達到我們 掀導的效果 鄉長特別用心 用這種的方法 關心我們 修林鄉的每一個村民 我們的工作 真的是對於這個疫情 真的管理得很好 啊 我們也是順著 我也得過確診 所以有 真的 有一點 從 帶著一種那個 有一點恐懼感 所以 他怎麼 怎麼做 怎麼說 我們都按照 跟著他腳步走 他出的愛心是很大 請問一下 文貴表示 雖然疫情有慢慢降溫的情況 不過還沒有確定可以控制之下 還是不敢掉以輕心 依然還是做好防疫的工作 而這次結合店家人的配合 以及支持 才能夠長長久久 炫導工作 依然進行 也希望在大家共同努力情況之下 共同來度過疫情的難關 記得終於出現不到